拼团美食节和万众造物集大获成功 吸引来的游客带动了向南四五条街的爆火 从早到晚 人群涌动 而喜悦城的关门悄无声息 并没有引起任何的水花 彭扶这座商城本身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同时 在关门的这段时期 大面积的租户开始从喜悦城撤出 倒是引起了万众附近的商铺租金疯狂上涨 转眼涨到天价 但还是一户难求 江秦做这些的时候 并没有征求冯南书的意见 他是看到新闻上的热点讨论 还有高文会的科言科语才知道的 于是一整个早上都有些呆 他大概没想过要复仇什么的 就像每次被丢下之后 他前一十里都会觉得 是自己不讨人喜欢了 怎么一早上起来就没有精神 哥哥 我不恨他们的 但我恨他们 每次看你那么乖 我都气不打一出来 江秦捏住他的脸蛋 轻轻说了一句 他仍旧记得冯南书说 自己很想去游乐园 结果却被丢在乌泱泱的人群里 被警告不许乱跑 于是站着等了一整天时 那种像是做错事了一样的表情 受伤害的人有宽容他们的大度 但是疼他们的人 却不会有那么大度 冯南书听他说自己乖 忍不住眯起眼睛 我其实最调皮了 那我现在 把你扔到你后妈面前 你敢调皮吗 敢 我的意思是 只有你和你后妈 我不在 冯南书呆呆地看着江秦 最后忍不住蜷缩在一起 新说大狗熊 怎么跟个火炎望似的 江秦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 你后妈是你的童年阴影 哪怕你现在已经是江太太了 在想起她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害怕 这是正常反应 所以我就一定要成为你后妈的阴影 哦 XXX 你现在是江太太 XXXX 冯南书听到这样一句话 然后严肃认真地点了点头 不过他的表情 还是有点黏黏的 大概内心当中 还是会担心自己那个生理学父亲 江秦哄了他半天 感觉他最近一段时间的情绪 好像变得有些敏感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江老板就从分站叫了个车过来 打算带着他去一个刚营业的度假小镇 去转一圈 10月份是秋季的前夕 气温还稍微有些高 但风却是凉爽的 车子一路向着房山开去 越过了好长的国道 经过了郁郁葱葱的盘山路 逐渐接近了目的地 前方几千米的地方 古色古香的建筑绵延不绝 以中间的步行街位中心 盘踞在山脚下 有风来 满山的就绿沙沙作响 远处是长城的一段 这座小镇的营销做得一直不错 据说晚上能看到长城下的星空 让子弹飞得路眼 好像就是在这里举办的 冯南叔穿了类似JK制服的裙子 黑衬衫加黑子格子裙 胸口还有一条和裙子同色系的领带 纤细修长的美腿 裹着半透夫的黑色丝袜 加亮面的黑色小皮鞋 就像那叛逆的高中少女 然后一路上都趴在窗户上 眼神灵动 被风吹起了飘逸的长发 情绪明显又高涨了起来 红女孩 江晴大概没什么经验 但是红小富婆 她可太专业了 没别的 就一个字 溜 江晴看着冯南叔闪亮的眼眸 嘴角青阳 然后忽然感觉手机一阵震动 打开一看是神神的电话 冯世荣称病 没有返回户上 不知道去了哪里 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在喜悦城歇业整顿的当天 现在董事局和公司高层都在找她 冯世快要乱套了 很多的投资方都要她给个交代 你输给她打电话 她说她想静静 也不说自己在哪 江晴抿了鸣嘴 对这个岳父感觉无语 秦静秋说完话 又关心起了侄女儿 南叔呢 感觉情绪有点低落 带她出来玩了 神神呢 万商会的项目怎么样 我现在已经落地深城了 正在前往万商会 开业仪式下周无举办 你要有空就过来一趟 江晴答应了下来 内心之中 不禁开始替自己的反派岳父默哀 深城的万商会耗时两年 几乎召集了国内外最火热的一线品牌商 及奢侈品店 商铺一户难求 周边的配套写字楼和住宅一开盘 直接被抢空 在这种对比之下 喜悦城的亭业整顿 就显得更加滑稽可笑了 江总 太太 咱们到了 抵达小镇之后 刚到中午十一点 分站那边 本来要通知经营小镇的公司来接待的 但是被江晴拒绝了 她来这里 是带小富婆玩的 要是被前护后拥 就没什么意思了 从柏油路往上走 江晴戴着墨镜口罩 牵着自家的小富婆 进入小镇最好的酒店 不通知人接待也是有坏处 比如此刻 因为正逢黄金周 游客实在太多 中午退房的时间还没到 没有房间可以安排 不过好在这家酒店的前厅够大 配备了无数的沙发 周围还有咖啡奶茶 和零食盒饭售卖 巨大的长廊 还挂着小镇的各种打卡点 倒是让等待没那么难熬 冯南叔拿着小镇的游览手册 仔细地看着 已经打算好了 要去哪儿玩 而江晴则不小心脱掉了她的皮鞋 玩起了香香软软的黑丝小角 最后给自己玩的火都大了 很想偷人 透过投资人的都知道 这件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哥哥 中午去这里玩 这是什么地方 小镇舞台有表演的 然后去旁边的面馆吃饭 冯南叔指着游览手册 然后抬起小脸 询问江晴的意见 江晴拿起手册看了一眼 认真地分析了一下 我觉得你中午没机会逃出房间 小富婆眯起眼睛 脚脚一阵乱踢 但是将老板向来是说话算话的 在办理好了入住 他就磨磨蹭蹭地进去 然后一下午都没出来 冯南叔都哭傻了 他以为江晴是带他来玩的 没想到是来玩他的 那JK裙子 还有的被撕破的丝袜散落满地 整个床都乱糟糟的 像是有人在房间里打了个架一样 在有情龄的时代 冯南叔喊老公只敢 偷偷喊的 还不敢多喊 生怕不彭之心暴露 骗不住傻狗熊 但这一下午 好像是喊完了一辈子的老公 哥哥 我饿了 坏人 我饿了 老公 我饿了 下午十分 天气凉爽了许多 冯南叔轻轻摇晃江晴 有点阴里阴气 于是江晴就带着冯南叔 出门去吃饭 顺道一阵乱溜 刚才还猜到哭的小富婆 现在很有精神 而得理不饶人的自己 则好像被掏空了一样 江晴追着他家满小镇乱跑的呆 越过了一个个的长廊和小巷 河岸与站桥 看了湖里的大白鹅 还有转不动的水车 最后 两个人停在了一棵巨大的树前 抬头望着那满树的红布条 和写满了人民的牌子 双双陷入了沉默 江晴以前就说过 但凡是景区 总有这种树 江晴 好朋友树 江晴看向小富婆 你是不是从很早以前 就开始骗我了 冯南叔眼神开始乱瞟 一问一个不支声 凌川那边有个农家乐 208第一次团建去的地方 当时小富婆问他 这是什么 江晴说是好朋友树 他就非得去挂一个 那时候的友情智能玩脚 现在好了 身子都被骗光了 给好朋友挂一个 去吃饭 哦 冯南叔像个猛虎 熬了一声 就跑去买因缘牌了 然后立立所所地 把牌子挂了上去 跟上次爬树掉下来的那个 判若两呆 江晴傻了许久 心说你上次就是这么演我的吗 冯南叔从因缘树旁走了回来 走 去吃饭 商业街和酒店街 就隔了一条步行道 整体呈现一个O型 其实整个都在桥上 各种各样的美食都有 冯南叔黏着江晴往前走 被问想吃什么 总是摇头 两个人中午打架的时候 他就寒饿了 但是真看到了街上卖的东西 他却一点也不想吃 桥头中段 有个门店是做炒菜的 招牌就是红烧肉 因为游客爆满的关系 摊位都搭在了路边 冯南叔从他们面前走过 忽然眉心一皱 好像很不舒服一样 瞬间觉得有些恶心 于是迅速松开了江晴的手 跑到前面的花丛 见到这一幕 江晴愣了许久 然后砰的一声 心脏忽颤 小镇里的商业是很齐全的 酒店街的对面就是药店 冯南叔被江晴牵了进去 就见到他从货架上 拿了一个早早运检测棒 半小时后 在酒店的房间里 江晴守在卫生间的门口 凝重得不行 最后房门被稍稍推开了一条缝 一只检测棒被悄悄地递了出来 上面有一浅一身的两条红线 还露出冯南叔 有些呆萌的小脸 把一辈子的好朋友弄怀孕了 江晴平住了呼吸 虽然早就有所期待 但此时还是不免有些慌张 从年前去拜祭过冯南叔的妈妈 一直到现在 江晴不让杜老板赚钱的行为 就越发地变本加厉 但前几次都在安全期 倒也没事 吃食越往后 两个人就越少用蓝精灵了 有了宝宝 倒也不算是什么意外 不过有晕兔反应 通常都是在五周以上了 江晴忍不住开始回响 是哪一次怀上的 可能是八月份在沙发上的那一次 也可能是一起洗澡的那次 或者是架构调整后期 他从户上分战回来的那一次 还有冯南叔和王海逆出去逛街 买了猫耳朵和猫尾巴回来那次 反正 有可能的次数很多 有时候一天好几次 总之 友情 结晶了 江晴坐在酒店的床上 拿着那只燕运棒 恍惚了好久 忽然就有点后悔 下午的那次友好交流了 早知道那时候 就不那么用力了 还抱起来透 而冯南叔 此时也从厕所里出来看 唬着个脸坐在床上 晃着两只脚 表情又哭又撒 骗哥哥 骗到自己怀了宝宝 要认识江爱南了 小富婆的脑子里 乱七八糟的 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 自己的肚子 动作还有点小心翼翼 江晴像是被她这个动作 击中了内心 伸手就把她抱到腿上 明天去医院查一查 确定一下 好 冯南叔又悄悄凑到她耳朵边 小声地开口 能不能知道是男孩女孩 江晴愣了下 现在月份还不到吧 不过有个玄学 检验方式 你想想 你要吃酸的 还是要吃辣的 还是两个都想吃 我也不知道 对了 刚才你一吐 吓得我晚饭都忘记吃了 饿不饿 冯南叔忽然从她怀里仰起头 静静地看着她 修长卷翘的睫毛 轻颤了两下 忍不住抿住了嘴角 江晴看着她 忽然反应过来 口误 是高兴的 我连晚饭都忘记吃了 你为什么高兴 我的好朋友怀孕了呀 我为什么不能高兴 江晴学她一样虎着脸 又在心里补充一句 好朋友怀的是我的 不高兴才有鬼 然后她就看到冯南叔 很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 像是在反复确认一样 最后还给江晴嘴 捏成了O字形 轻轻作了一下 冯南说 你刚才不会觉得我不想要吧 小富婆轻轻点了点头 江晴伸手捏住她的脸蛋 你想得美呢 从大意你就霸占我 见我和别的女孩 说话就吃醋 你不给我生个宝宝 谁给我生 冯南叔虎着小脸看着她 你以前说好朋友 不能生宝宝的 我的话也就你信 我还说我帅如彦祖嘞 可是 你比她帅 江晴看着冯南叔 心说 你来真的 靠 真的是个老公奴啊 不过话说回来 岳父也是倒了没了 要是小富婆早吐五天 她说不定会心软一些 喜悦成也不会被搞得这么惨 因为血缘这个东西 真的很神奇 但也说不准 可能如果小富婆早吐五天 喜悦成会更惨 江晴想到这里 忍不住撩开冯南叔的衣杯 放在肚子上感受了很久 虽然什么都没感觉到 但却非得说自己感受到了 其实韵土刚出现 江爱男都还没成形 纯粹的心理作用 但冯南叔看着他那傻 忍不住把他的头发揉乱了 随后 江晴打电话给了分战 让他们明天派车过来 接他们去医院 然后就带着小富婆重新出门 去吃点东西 之事 冯南叔爱走的鹿岩石不让走了 离水边还有三米 就有狗要喊危险 噪音大的地方也不许去 垃圾食品也不让吃 冰淇淋 那就更不可能了 小富婆眯起眼睛 感觉哥哥把他当成一碰就碎的东西了 但其实他还是那副天仙少女的样子 腿长腰细 身材苗条而高条 穿着制服式的短裙 还是那个天仙少女 根本看不出肚子里有个仔 可江晴不听他的 反正就是哪里都不让去 前面有石头都要踢走 五分钟后 江晴带着冯南叔来到了吃饭的地方 让他歇着 然后去屋里点了酸菜鱼 又四下张望着 打算去瞧对面的摊位买香辣鸡吃 哥哥 我也想去 不行 我很快就回来 哦 冯南叔看他飞速跑到桥对岸 觉得哥哥比之前还傻 他又不是今天下午 才忽然有了饱饱的 明明今天中午还被抱起来对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繁星逐渐出现 被镶嵌在屋顶上的灯带逐渐亮起 整个小镇忽然就变得华丽了起来 像急了千语千讯里的夜晚 有跨着篮子 卖先切水果的大娘 从桥头下来 忍不住凑到桌前 小姑娘 吃不吃水果 我怀孕了 不能乱吃东西 哦 冯南叔冲他挥挥手 然后有些骄傲地继续等着 许久之后 不远处有三个女孩出现在路灯下 忽然望向了他 相遇 有时候很偶然 冯南叔看他们撒迈步而来 轻轻挥了挥手 然后小声嘀咕一句 哥哥前任好朋友什么的 去年大学毕业之后 林大的很多人就都各奔东西了 其中80%的人都去了一线城市 毕竟 不管是继续读研 还是参加工作 一线城市的机会更多 楚思琪和王慧如 目前就在京都的一家律所实习 也算是高阶白领一族了 十一假期 他们律所团建就选在了这里 毕竟这个度假小镇 在十一期间 确实是在营销上下足了功夫的 和楚思琪及王慧如一起来的 还有一位同门师姐 三个人刚刚从酒店出来 打算去泡温泉 但因为肚子 饿怕滴血糖 所以想提前吃点东西 却没想到 在这种地方也会遇到熟人 冯同学 真的是你 你也来这里旅游 王慧如睁大了眼睛 嗯 和哥哥一起来的 他去买东西了 你们 结婚了吗 江秦之前在 CCTV透露过自己有太太之后 林大一直在流传 说两个人毕业就会结婚 楚思琪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 问出的这句话 就好像是脑子过了下垫 就脱口而出了 但看到冯南叔轻轻摇头的时候 他还是忍不住松了口气 其实从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真的认清楚 自己和江秦没什么可能了 就像他的师姐 颜值和他差不多 却比他更优秀 但也只是找个普通的京都户口 结了婚 这世界上 好看的女孩太多了 以前在学校不觉得 但出社会才知道 漂亮并不是可以让你 进入更高阶层的资本 但他还是不希望江秦和冯南叔结婚 甚至希望他们永远不要结婚 有钱的男人 见多识广之后 变化也是有可能啊 他们律所经常会帮一些 有头有脸的人物 打离婚官司 有很多人对外都是宠妻人设 但私下里什么都来 被抓住鬼的例子 数不胜数 楚思琪有时候甚至会希望 江秦之士玩玩冯南叔 那样的话 自己也许能好过一些 然后宽慰自己心说 当初幸亏错过 对了师姐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高中同学 但重点是 他和拼盘总裁是好朋友 胡说 他明明是漂亮的江太太 楚思琪和王慧如 全都愣了一下 就看到师姐已经伸出了手 江太太 很荣幸认识您 我是京城事务所的律师 我叫左元 你好 我是漂亮的江太太 冯南叔觉得他是好人 跟他握了握手 王慧如有些惊恶地睁大了眼睛 师姐 你是怎么知道 他是江太太的 他好像没在公开场合露过面啊 左元压低了声音 律所不是刚刚接了个集体诉讼 是关于商户与商城打官司 要求在退还年租金的情况下 赔偿装修费的案子 那个案子的后续 就是我跟进的 这两件事 有什么关系 你们不知道 恶毒后妈的瓜吗 好像知道一点 网上说江太太的后妈 小时候对江太太不好 他爸还装不知道 左元冲冯南叔眯眼笑着 又开口 那个案子的被起诉方喜悦成 就是他爸的项目 拼团江总 直接在他开业第十二天 给他钱费了 问他们道不道歉 我看卷宗的时候 就是当言情小说看的 王慧如张了张嘴 而楚思琪 则感觉有什么东西碎了一样 说真的 压垮一座商城 就未了给太太出气 哪有女孩能经得住这个 左元忍不住看向冯南叔 江太太 我们待会儿要去泡温泉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 我不去 我怀孕了 哥哥不让去 冯南叔有点小骄傲 楚思琪手指一颤 不可思议地抬起头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哥哥也是这么说的 可我还是怀孕了 江青此时正沿着桥头走来 看到王慧如和楚思琪的时候 瞬间愣住 你们怎么也在 王慧如开口 我们律所十一来团建 没想到会这么巧遇到 哦 你们去实习了是吧 对啊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师姐 现在已经是职业律师了 左元立马伸出双手 江总 很荣幸见到您 冯南叔直指左元 他是好人 江青看了左元一眼 他哄你开心了 冯南叔点了点头 他喊我江太太 江总 这是我的名片 说起来 我们还挺有缘分的 喜悦城商户集体起诉 喜悦城赔偿装修费的案子 是我负责的 这么巧 胜诉的概率大吗 左元抿了下嘴角 摇摇头 说实话 不大 冯氏集团毕竟是大企业 要不这个案子 也不会派给我这种经验不多的人来跟进 江青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 帮那些商户把钱赢回来 不计代价 前我来出 针对喜悦城是个人恩怨 我不想牵连太多无辜的人 这件事 就你来负责好了 左元瞬间张大了眼睛 嘴里的卧槽差点没喊出来 他帮律所 和拼团这种企业 搭上了县啊槽 冯南叔看了眼江青 心说我老公又要打我爸爸 江青看向冯南叔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 哥哥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我买了好东西 江青从口袋里掏了两下 掏出一双手工的虎头鞋 看 可爱不可爱 可爱 冯南叔很给面子 然后又看向坐在对面的三个人 我哥哥有点幼稚 不许笑话他 求月票 我二 夜晚的滑灯 喧哄的人群 嬉笑声 楚思琪看着面前的江总和江太太 对着面前的酸菜鱼和香辣鸡翅一阵讨论 缓缓将双手的拇指握紧 他在律所做实习律师 虽然听着蛮高大上的 但是在律所这种层级高如丛林的地方 他其实和服务员没什么差别 整理档案 帮忙买咖啡 准备会议资料 蹲在角落旁听 有时被无视 有时被呵斥 都是日常 城南女神也好 林大笑话也好 广教中心湛花也好 当这些光环渐渐淡去 楚思琪也慢慢地被动 他说江秦为冯南叔挑起商战 又看到一直侍卫偶像的师姐 对冯南叔不经意流露出的讨好与产妹 他的心态又崩了 女孩的攀比心是很严重的 喜欢比衣服 比首饰 比包 比老公 什么都想比 总希望自己永远是被人羡慕的那个 楚思琪这种 从小就因为长得好看 而被视为白天鹅的人 攀比心比普通女孩更为严重 而此时此刻 他感受最深的 就是自己和江太太的身份差距 无论是社会地位也好 耀眼的程度也好 被对待的态度也好 都是天差地别 可江太太这个身份 并不是一开始就注定是给冯南叔的 他只侥幸是得到了江秦的喜欢 只要是江秦喜欢的 谁都可以成为江太太 楚思琪最大的不平衡 是因为江秦一开始喜欢的是自己啊 他觉得 是冯南叔 抢走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 江太太的身份 华丽的人生 那些本来有机会属于自己的 都被他横插一脚给抢走了 怎么样 是出来了吗 喜欢吃辣的 还是酸的 酸的 江爱南竟然是个男孩吗 不知道 但是我想喝错 江秦看着小富婆的醋味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抬头望向楚思琪 发现对方一直盯着 他一步开目光 两世卫人 又被誉为醉狗青年企业家 江秦当然知道楚思琪的想法 于是露出一个淡笑 希望劝他世人 谁知道下一秒 楚思琪忽然咬住了嘴唇 满怀期盼地就看了过来 江秦人都妈了 立马把眼神撇走 左元在旁边低着头 不支声 支吃菜 实际上是通过余光 在打量楚思琪 他以前就在律所厅 楚思琪整天叨叨 说什么我是拼团总裁的初恋 拼团总裁给我写过情书 当年觉得不合适 就拒绝了之类的 就好像他连拼团总裁 那种身份人都看不上一样 可现在看来 有些人怕不是后悔的 肠子都清了 许久之后 夜色深邃了一些 原本打算去泡的汤泉 也宣布关门了 再回到酒店走廊 路过拐角的地方 楚思琪忍不住叫了住了江晴 怎么了 就是觉得 人生真的好随机啊 本来我才是江太太的 没想到后来成了别人 楚思琪带着浅笑 有些故作轻松地开口 哎 你说那年夏天 如果我答应了 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 江晴转头看着他 不会啊 冯南叔肯定会来偷走我的 他缠我身子 楚思琪的微笑渐渐消失 可明明是我先来的 和先后没关系 我喜欢漂亮女孩 冯南叔比你漂亮 我就会跟她走 那也就是说 如果有人比冯南叔还漂亮 你就会像是忽然不喜欢我一样 忽然不喜欢冯南叔 去喜欢别人 江晴眯起眼睛 那倒不可能 因为冯南叔在我心里最漂亮 再也不会有比他漂亮的人 楚思琪张了张嘴 那就只能是他 嗯 别人不行 凭什么 江晴双手插兜 有些是没办法解释 我只能说 除了他好像谁都不行 你也不需要 为了某些原因而后悔 因为无论当年怎么样 你都不会成为你以为的江太太 楚思琪没想到他会这么直白 眼圈瞬间泛红 明明是有可能的 真没这个可能 相信我 如果没有冯南叔就可以 如果没有他 我第一次拒绝你之后 你肯定还会再表白的 然后我就会答应了 如果没有冯南叔 世界上可能会有拼团的江总 但永远不会有江太太 我这个人 很病态的 江晴说完话朝他挥挥手 离开了长廊 我建议你认真想想 也许 你身边也有一个人 觉得不管别人有多好看 都没你好看 就像冯南叔在我心里一样 楚思琪则沉默许久 望着他的背影 内心比之前还要凉 他一直觉得 自己也是有可能成为江太太的 却没想到江晴说的那么绝对 好像连这最后一丝光 都给他扑灭了 人是在不断成长的 就像楚思琪这样 进入社会之后 接受现实的能力明显降了许多 亲口听着人生的另外一种 可能告诉他没有可能 他忽然就觉得 那华丽的人生 真的与自己无关了 青春结束的时候 原来会这么的猝不及防 一日清晨 拼团分站派来了三辆车 抵达小镇 外卖分站的负责人叶子青来了 到店业务的经理姚盛东也来了 两个人一人掺着一个 就往车上走 给江晴都弄猛了 不是我怀孕啊 掺我前茅 人家姚盛东也有自己的理由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 我也想进步啊老板 一个小时之后 车子快马加鞭地赶到了医院 科室主任已经早早地等在门口了 要是没怀孕 怎么办 冯南叔有些紧张 仰起小脸来看着他的大狗熊 江晴沉默了一下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继续努力 随后 冯南叔被带进了妇产科 而江晴则坐在走廊的椅子上 望着男士止步 四个字 内心也略微有些忐忑 其实 他们今天早上又测了一次 还是两道杠 但对于江晴来说 好像医院才是能最终确认的地方 抽血化验 B超检查 三十多分钟之后 HCG的报告出了结果 显示冯南叔怀孕六周以上 而B超的报告单上 则已经能够看到胎囊 冯南叔的肚子里 真的有了好朋友的宝宝 取B超报告是叶子清去的 在经过医生确认之后 他忍不住掏出手机 对准了报告单 给小老板或者小老板娘拍了个照 这东西要是发到了群里 估计整个公司都要炸锅了 学姐 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啊 报告单拿来 今天的行程保密 听到江晴的低声警告 叶子清愣了一下 就看到江晴把报告单 从他手里拿走了 其实整个公司从上到下都知道 冯南叔是板上钉钉的老板娘 但江晴一直说 她和老板娘这是朋友 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是不太想负责任一样 尤其是现在 老板第一反应 竟然是隐瞒老板娘怀孕的讯息 叶子清虽然是拼团的员工 但出于女性角度的考量 还是忍不住对老板的做法 有些非议 老板娘都怀孕了 该不会都不能让人知道吧 难道老板在别的地方 还有别的女人 可也没听说啊 正在此时 冯南叔和科室主任 一起走了出来 江晴迎了上去 就听到主任 在那里面 刀着孕后的注意事项 而小妇婆则拿起外套 在口袋里一阵翻找 最后拿出手机点拉点的 江晴送走了科室主任 转头就看到了 小妇婆的动作 钱妈呢 我要给妈妈 沈沈 高文慧 王海逆 丁学姐 王玲玲 范淑玲 姥姥 大舅 二一三姨 还有六奶奶和三大爷打电话 江晴家的 怀孕了 冯南叔严肃着小脸 迅速地念叨出一堆的人名 江晴的嘴角抽出了一下 非得跟你认识的 所有人都炫耀一圈 要 不行 不许的 江晴莫收了冯南叔的手机 揣进自己的口袋里 叶子清就守在旁边 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想上前 替老板娘说句话 以前朋友朋友的就算了 这都怀孕了还瞒着 真的有点渣了 关于恶毒后妈的传闻 大家多多少少也都了解 像老板娘这样的女孩子 在怀孕之后 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 她觉得 江晴不让别人知道 对老板娘不公平 不过下一秒 她就看江晴 把B抄单和HCG单放在了一起 拿出手机不断拍照 这件事 我将亲自炫耀 冯南叔傻了一会儿 可我也想炫耀 江晴想了想 免为其难的开口 沈沈和叔叔分给你 最多再给你一个公输 剩下的我来 哦 叶子清抿了鸣嘴 心说自己真的是想多了 老板就是想亲自炫耀 这件事而已 男人 有时候真的很幼稚 学姐 有件事要你去做 老板 您说 安排车吧 我们回凌川 十一黄金周的最后一天 学生在度过十一后 开始返程 凌川大学的门口 又重新人生顶沸了起来 步行街的网吧 早早就客满了 南山饭庄的内部 也无比嘈杂 在穿过步行街道风华里的步行道上 袁友晴跨着个包 然后来到了七栋101 敲响了房门 从年初的时候 袁友晴就说 要来临川看江晴和冯南书 小区里每天里的六婶 三哥都在问江家什么时候半喜酒 袁女士此行的任务 就是和江晴摊牌 要娶赶紧娶 要不娶 就离开我的宝贝女儿 不过十一假期的机关招待所 很忙 江晴和冯南书又去了京都 她也一直没找到机会 魏兰兰昨天给她打了电话 说两个人今晚回来 于是 她就早来了一步先等着 此时的高文慧和王海妮都在家里 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 听到敲门声 就跑去开门 阿姨 您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们的 江晴和南书还没回来呢 我知道 这不提前等他们回来 你们两个吃饭没 高文慧点了点头 刚从曹少爷那里关心宝了才回来的 袁友晴愣了一下 谁是曹少爷 就是毕业那年 在操场大喊我爹有钱的那个和江晴是摄友呢 哦 你们也挺熟的呀 高文慧摇了摇头 不熟 但是一不想做饭了 我们就提着水果去关心她 袁友晴理解不了这种神奇的关系 转头问 江晴的嘴还那么硬吗 还整天说和南书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硬 诺基亚都没他硬 臭小子 说了让他表白就是不听 他是想拖到什么时候去 一个女孩的青春就那么几年 难道南书一直等着他 王海妮刚才跑到卧室穿衣服去了 这时候才出来 听到两个人的对话 心说 江总不光嘴巴 还有地方挺硬呢 天天弄得南书嗷嗷叫老公 不过阿姨是长辈 黄枪肯定是不能开的 袁友晴把包放下 拿出两套四件套来 他们的房间是哪个 这都半个月没住了 我得先去给他们 换换床单备照 王海妮看了看他手里的四件套 阿姨 您可能拿多了一套 您家的那对好朋友 现在每天都睡在一起 袁友晴愣了一下 然后迈不进了主卧 第一眼就瞧见了床头 那和快要用完的蓝精灵 张张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狗儿子在家可规矩了 从来不去冯南书的卧室 还整天念叨着纯洁的友谊 有时候袁友晴还特别担心 生怕江晴最后真的 把南书当妹妹了 虽说有个女儿袁友晴也很高兴 但她始终希望 江晴能和冯南书结婚 生个宝宝 奈何狗儿子油盐不尽 就是不听 上个月 她给江晴打电话 催她表白 纯洁的友谊 当时她和江振洪愁的一晚上没睡着觉 还觉得自己的儿子 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障碍 结果她完全没想到 儿子和南书早就同居了 玄 袁友晴出了房间 看向王海妮和高文慧 他们什么时候住在一起的 刚搬过来就住一起了 我前两天打电话 他们怎么还说是朋友 王海妮立马凑过来 江晴和冯南书 一直都在谈恋爱 他们大二就开始偷偷摸摸接吻了 只不过不承认罢了 现在睡一起 也说是朋友 袁友晴沉默了许久 然后跑到下面的超市 买了一根又粗又长的擀面杖回来 放在桌上一言不发 狗儿子都把南书哄到被窝里了 还朋友朋友的 就敢狠揍 老一辈的人 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尤其是对于名分这个东西 十分看重 在袁友晴看来 都已经这样了 还不给南书一个名分 那绝对说不过去了 待会儿 江晴和冯南书回来了 他就要问问江晴 到底怎么想的 要还说是朋友的话 他就要揍人了 见到那笔胳膊还粗得擀面杖 再看袁友晴杀气腾腾的表情 高文慧和王海妮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王海妮 是你出卖江晴的 跟我可没关系 我 我能不能说我是开玩笑的 江总和冯南书不睡一起 阿姨会信吗 高文慧压低了声音 可是这家里就三个房间 王海妮挺起不大的胸脯 就说江总和我睡一起 不就完了 那蓝精灵怎么解释 就说江总和我用的 高文慧伸手捏住了王海妮的脸 心说你是真的骚破了我的三观 怎么什么都惨 正在此时 101的房门传来一阵开锁的声音 两个人屏住了呼吸 转头看去 就看到江晴和冯南书进了玄关 进门处有个鞋柜和置物架 隔着客厅 两个人没看到袁友晴 江晴还朝着客厅叫唤呢 说什么我们撒回来了 他觉得高文慧和王海妮肯定问 哪有撒 不就你俩 这时候 他就会指一指冯南书的肚子 把江爱南介绍给他们 美滋滋 冯南书也脱掉了自己的小皮鞋 换上拖鞋 用柔亮的目光看着江晴 越看越觉得 哥哥自从知道自己怀孕 就幼稚了好多 但江总不知道的是 高文慧和王海妮的注意力 全都在他会不会挨揍上面 完全没意识到撒这个量词 甚至 王海妮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当江晴的声音 在房间里响起的时候 他感觉放在茶几上的赶面张 动了一下 就好像 贱气 江晴此时牵着冯南书的手进来 看到袁友晴后一愣 妈 你怎么今天就来了 去阳台 我有事要和你说 这好像 是我的词儿 江晴愣了一下 但还是跟着袁友晴 来到了阳台外的小院子 儿子 文慧他们 都告诉我了 你和南书同居了 既然是这样 妈要你负起责任来 别整天没个正行的说什么朋友 在最好的年纪 和南书好好恋爱吧 然后结婚 袁友晴拿出当妈的姿态 表情有些严肃 江晴听到恋爱两个字 轻轻抬起头 看向了院子里那棵树 妈 有些事情 已经晚了 袁友晴气的要揍他 哪里晚了 你们才22岁 我以前在一本书里 看过这么一句话 说人要在对的时间 做对的事 可我和南书 已经不小心错过了 谈恋爱的最好时机 我觉得 现在是揍你的最好时机 正在此时 冯南书打开了阳台的推拉门 傻兮兮地看了他们俩一眼 哥哥 说了没有 江晴回过头 还没呢 我正在铺垫 可咱妈好像要揍你了 江晴把冯南书拉过来 关上了阳台的门 院子里就咱们四个 也没有外人 那我就直说了 他在老妈 自己和小妇婆的身上 一一指过 小妇婆指了两下 袁友晴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哪里的四个人 妈 你怎么还不明白 南书他怀孕了 那个小的在肚子里啊 袁友晴在原地愣了许久 颤巍巍地问道 你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遍 冯南书抿住嘴角 妈 我有宝宝了 江晴 你个死小子 这么大的事情 你憋到现在才说 你要疯啊 我这就打死你 哎 妈 你这反应的后半段不对啊 江晴人都傻了 就看着袁友晴 仰起巴掌就冲了过来 我选以为你和南书之间 出了什么问题 弄得我整个心都碰碰跳 去医院检查了吗 你要是骗我 你这个 儿子我真就不要了 江晴赶紧从口袋里 掏出检查单递了过去 就看到老妈也不打他了 盯着那张 检查单一不开目光 办上之后 袁友晴怕冯南书着凉 让他赶紧进屋 自己则拉着江晴 给江振宏打了电话 然后又给秦静秋打了电话 此时 高文会和王海妮 则坐在客厅里 傻呆呆地看着冯南书 虽然他们老早就知道 冯南书迟早怀孕 但因为两个人出差了半个月 回来就爆出这个讯息 冲击力还是太大了 和哥哥交朋友 容易怀孕 冯南书看着他们两个呆得 无法回神 忍不住欲盖弥彰地解释了一句 高文会瞬间吸了口气 我真的要荡一了 真的 可明明出去的时候 还是两个人 怎么一回来就变三个了 冯南书轻轻地摇了摇头 其实出去的时候 就是三个了 但那时候不知道 王海妮睁大了眼睛 是你们在浴室那次 还是半夜三点 忽然来兴致的那次 还是半小猫女那次 还是江晴以为 我和高文会都睡了 抱你去客厅那次 冯南书唬住小脸 心说你怎么比我还清楚 高文会忍不住凑到了他面前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还没有感觉 只是早上和晚上 就有点想吐 我是说心理上 冯南书眨了眨眼 总是想炫耀 但是哥哥不讲理 他说他要第一个炫耀 而此时 关于小富婆怀孕的讯息 还在随着江晴的电话 四处发酵 十月假期结束后 万商会开业盛典 就一直在陆续准备 因为这个项目 是万众集团和秦氏地产 在正式联手后的一次大卖部 秦静秋很重视 早在一周前就过来主持大局了 傍晚时分 秦静秋和老何及侄子 探讨活动策划方案 就听到手机在包里不断震动 神神 我家小富婆怀孕了 你和我侄女这纯洁的友谊 怎么说怀孕就怀孕啊 秦静秋和袁友情的反应差不多 听到讯息后 一整个愣住 何总 智环 万商会开业的事情 你们主理吧 我要去一趟临川 秦智环闻声抬头 姑姑 出什么事了 男叔有宝宝了 啊 那我叫人送您去机场 听到两个人的谈话 和总一开始没什么反应 还在仔细观看 万商会的开业策划案 家里有人怀孕这种事实 人家家事 跟自己没啥关系 也不好开口过问 但很快 他就察觉到不对了 等会儿 谁有宝宝了 我去 秦总说的是冯南叔有宝宝了 那不是 江秦天天领着 喝醉还惦记着的 那个一辈子的好朋友 要知道 拼团和秦氏地产加起来 股份可比自己多的 现在他和江秦有孩子了 那我真诚打工的了 秦志环刚审审送走 回来就看到何一军在发呆 何总 您怎么了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何一军转过头 好朋友 是我这辈子 听过最大的谎言 拼团和秦氏 对万众的战股 已经超过50%了 江总去年可言之 凿凿地跟我说过 他和冯南叔这是朋友的 怎么说怀孕就怀孕了 这个世界没有王法呀 秦志环拍拍他的肩膀 何总你放心吧 江总他绝对不会出卖朋友的 万众肯定还是你的 何一军嘎嘎嘴 真的 真的 赶紧打工吧 与此同时 公叔那边也接到了电话 他刚听说喜悦成的事情 现在又得知了大小姐怀孕 怒喊一声双喜临门 然后就一脚油门上了高速 直奔临川 至于冯总这边 喜悦成关门歇业之后 他到现在都没嫌人 不伺候了 一日傍晚 风华里人满未患 江振宏特地跟单位请了假 奔赴而来 秦静秋和冯世华则兵分两路 先后抵达 最后是公叔 车里放着好日子 直达临川 一行人相差每几个小时 最后全都聚在了 这小小的三室一厅 还没出生的江爱南 瞬间就受到了万众瞩目 看着眼前的公公婆婆 叔叔沈沈 还有公叔 再想想 一直宠着自己的大狗熊 还有为他怀的仔 一直觉得 自己没有家的小富婆 到现在才发现 自己原来有好多家人啊 怎么忽然就怀孕了呢 秦静秋惊喜地回不过神 被哥哥骗的 这检查单上都显示你怀孕六周了 你们俩才发现 太粗心了 冯南叔虎着小脸 心说哥哥 每次弄完都说没事的 现在想想 他肯定早就想让自己怀孕了 每次都是一边努力 一边哄他 当然了 当怀孕喜悦心情此时 渐渐平静了下来 小富婆的心里 想得也很多 他那时候 只是想要一个一辈子好朋友的 没想到现在 还给好朋友怀来个宝宝 有点神奇 怀孕六周 他的感受还不大 距离出生更是远得很 但已经忍不住在想 江爱男长得像谁多一点了 哥哥很帅 我也有点漂亮 江爱男肯定很好看 小富婆自信得很 而看着一家人围在冯南叔身边 脸上带着喜悦 不断地传看那张检查单 最欣慰的那个 莫过于公叔了 五年前 姑爷成了大小姐人生中 第一个好朋友 肉眼可见地快乐了起来 那时候大小姐回到家 嘴里都是江琴江琴江琴 又说 江琴带她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都快要觉得 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了 公叔很早就感觉到了 小姐肯定是在偷偷喜欢姑爷 那种眼里都是一个人的感觉 实在太好懂了 一转眼五年过去了 姑爷对小姐的疼爱丝毫不减 而小姐也有了宝宝 公叔都忍不住老泪纵横 又有活情了 可以给小少爷 或者小小姐开车了 对了 江琴呢 一大早就出去了 这混蛋玩意儿 自己的老婆怀孕了 也不知道的手着 冯南叔听着袁友琴的话 眯着眼点点头 坏蛋 自己老婆怀孕了 也不知道手着 而此时的江琴 则在浅着的吧台上坐着 看着老曹的 嘴角扬起个神秘的微笑 家里人太多了 他主动给大家留出空间来 让两边的长辈 陪着南叔叔说话 自己的带着王海妮和高文慧 过来关心曹少爷了 桌上摆着的 是所谓的正宗老护上大苹果 虽然护上根本不产苹果 但以江琴的话来说 千里送额毛 理清情义重 曹光宇见到他们 都想骂街了 我生性凉薄 容不得半分温暖 所以 不过江琴今天的表情明显不对 嘴角比AK还难压 让老曹觉得他 有点没憋好屁的感觉 为了冯南叔 潜到一座商城 暴揍老丈人 确实够装逼 不过老江 这事儿 我早就知道了 你资不了我 是吗 你知道 我用了三天 策划了全京都最大的露天活动 潜到了一座商城 曹光宇沉默了半赏 最后忍不住嘶一声 心说他妈二手 你怎么还这么自人 江琴笑了笑 不过这只是个小事 我还有别的好讯息要分享 喜悦城收购了 不 比这个还好 你不会把阿里巴巴收购了吧 这算什么 我只能说比这个还好 曹光宇头皮都骂了 心说有什么事情 是比这个还好的鸭草 他是真的受不了江琴自他 但是他好奇心又重 不知道江琴的好讯息是什么 今天晚上 可能都要睡不着了 男叔怀孕了 我要当爸爸了 老曹 你要有小表弟了 高文会看了江琴一眼 心说好家伙 这是真能炫耀啊 从回来到现在 江琴逢人就要说这么一句 不过 他是真的开心啊 之前拼团从千团大战当中脱颖而出 拼团外卖直接统治市场 云闪富侵入到支付宝领域的时候 他都没嫌江琴这么开心过 所以他很早就说了 虽然全宿舍的都叫冯南叔老公奴 但其实江琴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 超子刚和对完潜着这段时间的财务表 就看到曹少爷的红着眼往外走去 曹哥 你干什么去 去找丁雪 江琴资了我一个大的 我要把厂子找回来 差不多同一时间 老板娘有喜的讯息也在拼团传开了 魏兰兰 苏奈 卢雪梅 董文豪和陆飞宇等一众人 哗然一片 他们是伴随着2081路走过来的 也看着老板和老板娘天天拉扯 互相嘴硬 可明眼人都知道 这俩人根本就是在谈恋爱 谁家的老板和老板娘不是一段 鬼才戏 现在好了 果然发生意外了 但意外是意外 却又让人觉得并不真的意外 随后 众人就商量着 让魏兰兰和苏奈为代表 去风华里探望一下老板娘 顺便再买些小衣服和小鞋子 还有奶嘴什么的送去 不过没等两个人出发呢 江琴就开着车来到了拼团总部 打算亲自炫耀 老板 都在说老板娘怀孕了 是不是真的 我还没炫耀呢 你们怎么就知道了 老板娘已经忍不住用电话给我炫耀了 老板 你很厉害吗 苏奈竖起一个大拇指 脑子里出现一团马赛克 写着中出受运什么的 感觉很厉害 江琴不知道她想的那么暴力 拱了拱手 转头又看向魏兰兰 公司的状况现在怎么样了 团购和外卖业务都还好 不过因为微信支付的下场 再加上支付宝的大力推广 云闪付的市占率低了一些 这一年 拼团确实低调了一些 魏兰兰随后又开口 老板 户上那边的总部建成了 咱们什么时候办 江琴思量了一下 先把头条事业群和知乎事业群 签过去吧 剩下的慢慢来 让员工也有些适应的时间 好的老板 短视频那个项目 现在怎么样了 魏兰兰文生从包里掏出一份档案 是董文豪早先准备好的 他现在是抖音计划的负责人 报告书前几天就给了魏兰兰 江琴仔细翻阅了一下 发现依赖于今夜头条 和知乎校园孵化的抖音 做得还不错 数据也很漂亮 但受众还不是很多 2013年13G朝着4G过渡的时期 短视频行业还没有刮起旋风 相比之下 优酷 爱奇艺和腾讯视频 这一年来的用户量呈直线上升 而对于短视频这个项目 有没有前景 除了江琴之外 似乎谁都拿不准 老板 老板娘都怀孕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啊 怎么了 迫不及待想随理啊 江琴看完抖音计划的报告书 了解了项目现状之后 轻飘飘地回应了一句 露出一个要赚钱的狗笑 吓得苏奈打了个寒战 好朋友有宝宝了 好朋友典礼就一定要办的 不过怎么办在哪办 还是一个的需要商趣的事情 苏奈则眯起眼睛 心说坏了 老板要把婚礼 当成大型工资回收计划了 苏奈 别问了 再问老板 可能先把礼金 从咱们工资卡里画走了 好玄 你早该提醒我的 其实咱们玄好点 老板那个室友曹少爷 他才是最玄的 而此时 在风华里的七栋101 袁友晴和秦敬秋 也在商量这件事 一个翻黄历 一个翻日历 在顺眼的日子上 全都打了对钩 江振宏和冯士华 则陪在旁边充当参谋 大家觉得在冀州半比较好 两人就是在这里相遇的 而且 冀州本来就是南叔妈妈的故乡 不过在时间上 大家倒是意见蛮多的 再往后一段时间 袁友晴觉得越近越好 早就想把冯南叔给娶回家了 秦敬秋则觉得在 过年前夕比较好 留下更多的准备时间 南说 你觉得什么时候举办结婚好一些 XXXXX 人家都说 一孕傻三年 小富婆本来就傻乎乎的 想到要嫁给江晴 就更晕乎了 从09年的除夕夜 被江晴带回家 拿了袁友晴传给她的镯子 她就一直喊自己 是江晴家的 公叔有时候都嘀咕 新说大小姐 估计真的以为自己已经嫁了 正在此时 出去炫耀了一圈的江晴进了门 换掉鞋子后 就被拉到了客厅 就看到日历上的 每一天都画着红圈 选一天 啊 袁友晴点了点日历 选一天 和你的好朋友结婚 江晴拿过日历翻了两页 最后拍拍大腿 这件事先不着急 我的意见是 以后再意 你又放魂事吧 都怀孕了 还不着急 沈沈 万商会开业什么时候 秦静秋愣了一下 现在男书未大 你想这个做什么 袁友晴也忍不住 露出一个严肃的表情 虽说事业也很重要 但事情要分轻重缓急的 男书到年底就显怀了 这件事可不能脱 冯士华和江振红 也是这种想法 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结婚了 其他的事情 都要让一让路 但是江晴的这个态度 就很让他们不喜 你们都有娃了 怎么还说结婚 这件事不着急 他这种模糊不清的态度 就很容易挨揍 江晴此时 把手里的日历放下 我打算带男书 去参加万商会的 开业仪式 结束之后 去一趟户上 然后再回来研究这个日历 话音落下 秦静秋和冯士华一愣 忽然就沉默了 从创业开始 江晴就去过很多次户上 但这次专门说出来 就不是去户上 那么简单了 他们以为江晴 还没做好结婚的打算 但实际上 他是打算 在做决定之前 去去献一献冯士荣 说起来 他和自己那位反派岳父 真的一直都没献过面 但秦静秋和冯士华 不知道的是 江晴忽然提出这个想法 是打算做什么 喜悦成被搞得这么惨 冯士荣心里肯定不痛快 江晴总不会是 去邀请他参加婚礼的 那这件事 就有点难以捉摸了 江晴去户上 要做什么 他应该是打算 去献男书的爸爸 咱们以为他 不把结婚当回事 其实他想的 比我们想的还要多吧 秦静秋对原友情解释了一句 又走到了冯男书面前 小声开口 江晴刚才说以后在意 可不是不想娶你 冯男书眨眨眼睛 我知道 哥哥天天想娶我 你怎么知道 他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 看婚礼布置 还看婚纱 我都假装不知道 哥哥害羞 秦静秋张了张嘴 心说 我对我侄女儿的聪慧 真的是知之甚少啊 这两个人 一个比一个精 生出来的宝宝 还不知道要聪明成什么样子 不过 既然江晴有自己的打算 那秦静秋也觉得放心了 为了庆祝男书怀孕这件事 他打算大展手艺 但是让大家感到疑惑的是 秦静秋进入厨房之后 愣了好久 眼见着时间 一分一秒的过去都没开始动手 江晴忍不住进了厨房 沈沈 怎么了 我没带工具 缺什么 我现在就去超市买 秦静秋沉默了一下 缺个无妈 最后 晚饭还是由袁友情一手负责了 等到吃过饭之后 江晴又打电话给了文景瑞 让他去订酒店 安排大家先住下 不过在临走之前 袁友情和秦静秋 又把冯南书叫到房间里交代了几句 江晴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但明显看出来 自己的小富婆有点害羞 于是送走大家后 就忍不住一阵追问 神神秘秘的 还去卧室聊 我妈和沈沈跟你说什么了 他们说现在 我要安排 晚上不许你欺负我 如果你想欺负我 就让我揍你 江晴嘴都歪了 这件事 我心里有说啊 怎么还要特别交代 我又不上演 冯南书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上演 江晴想了半晌 忽然眯起眼睛 转身走向了 坐在沙发上的王海妮 心说 我的房市记录官 肯定是又跟他们 胡说八道什么了 面对质问 王海妮最后真的承认 自己中午和他们聊天的时候 不小心说漏嘴了 什么一天好几次 给江晴听呲牙咧嘴 诽谤啊 你这描述 我跟各色中恶鬼一样 我什么时候这样那样了 我是个正人君子 从来不对这种事情上瘾的 王海妮连忙点头 啊对对对 江晴一脸严肃地说完 拉着她的小富婆回了房间 老老实实睡觉 不许摸我腹肌 知道了哥哥 我又不上演 我也不上演 冯南书 虎着个小脸上了床 闭上眼睛 不过很快就觉得 哥哥的爪子有点不老实 忍不住轻轻咬住了嘴唇 假装不小心地抬了下屁股 正人君子也发现 有些话说早了 有些是天天来 还真以为不上演呢 不过他没敢进门 礼貌地像个绅士 知识从后轻蹭谁虎 冯南书则抓着床单因了好久 脚脚忍不住踢来踢去 有点想咬他 许久之后 江晴把白月光一样的小富婆 轻轻抱起 接着微弱的光芒 看着自己漂亮的江太太 心说咱俩好像一个比一个上瘾啊 与此同时 秦静秋和冯世荣回到了酒店 在洗漱完之后 讨论了一下 关于江晴要去户上的事 按道理来说 是该献的 怎么说 他也是南书的爸爸 不去献献 外面的人容易说闲话 不过你说 他们会不会兵士前嫌 不可能 冯世华愣了一下 为什么 秦静秋坐在酒店的床上 江晴如果真的有为了南书 和冯世荣和好的想法 喜悦成就不能输得那么彻底 你哥是什么人你也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有兵士前嫌的可能了 冯世华听完之后 忍不住叹了口气 喜悦成的事情 他一直都在关注 对于江晴手段的暴力 也感到心惊 十月一啊 让整个商城空了 他都不会知道 江晴调动了多少资源做这件事 他从千团大战的 湿山血海里闯出来 在面对阿里的时候 都丝毫不惧 但从来没做得这么彻底过 也从来没用过如此高调的方式 大哥 估计现在已经被打懵了 他应该也没想到 江晴辉为了侄女 做到这种地步吧 冯世华带入到大哥的角色当中 都忍不住想好头发 既然不是兵士前嫌的 那他专门去户上要做什么呢 他肯定有他的目的 万商会马上就要开业了 到时候看就是了 不过我估计 这场见面应该不会那么愉快 秦静秋拉过枕头 对了 冯世现在怎么样了 冯世荣躲起来了 冯世华作为冯家人 当然要替大哥出面的 所以 这段时间他也没少忙活 还在正常运转 但是流言蜚语很多 大哥这次应该会被董事局换掉 换掉还是轻的 他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为喜悦成善后 关门停业不是长久之计 他再不出来 陈董他们估计要炸锅了 夜光射入黑夜 却搅不开浓重的夜色 却更添几分凉意 冯世荣从机场走出来 身后跟着段颖和安迪 喜悦成关门歇夜之后 他们就离开了京都 去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待了一段时间 努力调整心态 顺便思考了喜悦成的未来 他想了很多 思路也逐渐清晰起来 喜悦成投入这么大 不能永远地关门歇夜下去 整个冯氏集团现在 都盼着他振作起来 他不能倒下 公叔呢 我打了电话 但没有打通 这种司机早就该辞退的 段颖这段日子越发地烦躁了 任何和冯南叔有关的人或事 都会引起他的怒火 冯世荣叹了口气 往前走走吧 我给你们打车 你们先回蛇山庄园 我要去趟公司 都这么晚了 公司里已经没人了 我知道 但是我要连夜做个方案 明天一早开会用 公司里的人 都在等着我呀 简单地交流之后 冯世荣就送妻子和儿子上了车 自己则打车前往冯氏集团 回到办公室之后 这里的一切 旁扶都没有改变 知识人的心境变了许多 冯世荣重新坐回到了 自己的办公椅上 打开电脑 开始撰写在脑子里 已经成型的方案 此时 窗外的夜雨 开始变得近了许多 打落在窗户上 形成了一道道的水字 最后滑落 安静的办公室之 剩下打字的声音 许久之后 黎明渐渐升起 熬了一夜的冯世荣 感到一阵疲惫 下意识地望向窗外 雨后瞪静的天空 黎明升起 远处的那座拼团产业园 已经完工 看上去无比庞大 彭扶盘踞的巨龙 他盯着那里许久 眼神阴逸 最后轻轻闭上了眼睛 早上九点多钟 冯世荣的秘书 像往常一样 是娇娇花 知识当他推开门的时候 却直接被坐在办公桌后的 冯世荣吓了一跳 冯总 您回来了 您 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晚回来的 天啊 您这段时间 到底去了哪啊 公司上上下下 还有所有股东 他们找您都找疯了 冯世荣挥了挥手 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 我熬了一夜 写了一份方案 你把它列印出来 发给各部门高层 冯世荣的秘书张了张嘴 您怎么能熬夜 还是身体要紧啊 公司现在 到了危机关头 我又怎么睡得着 赶紧去吧 好的冯总 冯世荣的秘书 离开了办公室 他回来的讯息 也就不进而走了 没过几分钟的功夫 公司里的人 几乎都知道冯总回来 熬了一夜 撰写解决方案的事情 彼时 公司内部开始议论纷纷 先跑了 又回来了 还写了方案 这是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有一些刚刚来到公司的高层 听到讯息 立马就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发现他 正在椅子上默默地休息着 神情显得十分疲惫 冯总 您这段时间去哪儿了呀 我去找了个地方冷静了一下 这件事 以后再细说吧 我安排人 给你们送去了一份档案 是我熬了一个通宵写出来的 你们好好看看 待会儿开会 什么档案 解决公司目前 困境的发展方案 冯世荣缓缓睁开了眼睛 目光深算内敛 听到这句话之后 众人对视了一眼 心说 齐悦成都被挤兑成那样了 冯总还能做出这种 不怒自威的表情呢 可真他妈牛逼呀 不过这话 他们肯定是不敢说的 于是纷纷回到了办公室 去研究起了那份 喜悦成解决方案 许久之后 冯世荣带着黑眼圈 走进了会议室 而各部门高层 也开始聚集了起来 将会议室坐满 只有销售部经理杨征没来 冯世荣眉心深咒 立马叫秘书去喊他 许久之后 杨征迈步而来 脸上略带歉意 冯总 不好意思来晚了 我刚才在写辞职信 没注意时间 你要辞职 杨征点了点头 其实国庆节回来 我就想辞职的 但考虑到您不在 销售部不能乱 我才一直等到现在的 听到这句话 整个会议室里一片哗然 公司这段时间动荡不安 很多人都有跳槽的想法 甚至有人已经在接触下家了 但谁也没想到 最先决定离开的是 杨征这个大将 要知道 喜悦成的前期招商 和配套写字楼的出售和出租 都是他一手操持的 如果没有他在 喜悦成的配套写字楼 估计都要烂在手里了 他要是真的离职 引起的震动 甚至要比冯氏 容躲出去一个月更大 我知道 你是秦静秋的旧部 在公司遇到危难的时候要走 是因为 已经和秦氏地产谈好了吗 您也知道 这是公司危难时候 那您这段时间躲哪去了 我虽然没回公司 但一直在思考解决办法 然后您就忽然回来了 在公司熬了一夜 写了一份所谓的解决方案 那我就不能明白了 您为什么不直接写好了 带回来呢 杨征把自己的公牌摘下 冯总 您是有什么表演人格吗 显得您虽然没有功劳 但是也有苦劳 冯氏荣瞬间捏紧了拳头 杨征 你和公司是签过敬业协议的 两年内 你没办法去秦氏公司任职 哦 您就拿这个威胁我 我不是威胁 只是希望你可以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冯氏之事遇到了短暂的危机 需要大家的时候到了 杨征拍拍桌上的那份方案 您打算低价 出售喜悦城 回流现金 开发旅游地产和度假景区 您是听说了 秦氏地产有这个计划 所以灵光一现吗 冯氏荣眯起眼睛 我只是为公司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 冯总 陪了喜悦城 写字楼短时间无法回款 公司那么多人等着吃饭 冯氏再拖下去 还能剩下多少资金能给您做项目 这个不需要你操心 冯氏荣黑着脸开口 就算冯氏再拖一年 现金流也要比当初独立出去的秦氏更雄厚 杨征笑了笑 可总会被拖垮的 宁可没有万众这样的合作伙伴 万众在和秦氏合作之前 也就是各自有三间商城的小公司 这个就没必要再提了 冯总 您知道吗 当初江总和秦总并不认识 秦氏地产想和冯氏地产合作 江总是不太同意的 他希望万众去走另一条路 就是就城区改造项目 其实 这才是万众和秦氏现在最大的依仗 万众在二三线城市 围绕商城改造建设住宅 快速回款 然后在一线城市建综合体 搭配写字楼 知租不寿 两边互动 已寿养租 他们的现金流也许没我们庞大 但却持续不断 冯氏有什么 冯氏荣沉默半上 行了 我不想听到秦氏和万众的事 你还是想想 你的敬业协议吧 杨征还是把公牌放到了桌子上 我不去秦氏 江总看得起我 要我去拼团负责物流园建设用地 这方面 我可能不太拿手 但 当我打算先前两年试试 两年之后不行的话 我再看看 秦氏要不要我 杨征说完话 迈步离开了会议室 只留下会议室里的人 面面相去 冯氏荣整个人陷入了沉默当中 坐在会议室的前方 一言不发 在座的高层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待着觉得尴尬 不待着又不知道干什么 于是在犹豫许久后 渐渐离开 而公司其他员工在知道 杨征居然辞职了 不安的心态更加严重 公司现在怎么样了 今晚员工等着我来主持大局 但偏偏有些高层 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集体 傍晚时分 冯氏荣回到了蛇山庄园 感觉整个人都无比疲惫 段影听完之后 失望地叹了口气 拿起桌上的手机 迈步打算回房 冯氏荣选以为他弯腰 是给自己倒了杯茶 于是像往常一样伸手去接 没想到什么也没接到 表情不禁微微一愣 不过没等反应过来 他就收到了秘书发来的讯息 是两条来自今日头条的新闻 万商会盛大开业 万人空巷 拼团将总协太太出席 参加剪彩仪式 将太太首度亮相冲上热搜 剪彩当日与江秦食指相扣 谨显恩爱 段影还没离开 看到他手机上的新闻 内心一片冰凉 喜悦成倒了 外面都说 是他这个恶毒后妈害的 现在冯氏陷入了泥沼一样的困境 冯氏荣却根本没力挽狂澜的能力 可与之相反的 是那个江太太的含金量 高得越来越让他感到恐惧 冯氏荣沉默半赏 把电话打给了秘书 你给我发我这个做什么 冯总 陈董刚刚给我打电话来 说他收到一条讯息 江总参加完万商会的开业仪式 可能会来见您 他可以再相信您一次 江秦要来献我 是的冯总 万商会的项目 在正式开业之后 关于江太太 正式在大众视野内露面的讯息 就开始广泛流传 因为江秦这个名字 本身就带着一些传奇性 22岁的年纪 一边上大学 一边兼职创业 如今制霸O2O领域 和阿里旗下的支付宝 共分天下 千团大战 外卖大战 支付大战 用横扫天下四个字来形容 一点也不过分 所以 对征服了江秦的那位江太太 网上的好奇者 自然不计其数 于是 这次的正式露面的讯息 已经发出 江太太三个字 直接冲上热搜 在画面当中 深沉的阳光正好 天气明媚 云彩如同碎棉 淡淡地飘在天际 冯南叔身穿黑色礼裙 站在舞台上 长发披肩 修长的身形 玲珑而高挑 夏静静站在江秦的旁边 表情甜静优雅 十足的高冷天仙 光是这一张照片流出 就好像有小说女主 闯入了现实 不过网上还有一张照片 是她转头 看向江秦的抓拍 在那张照片里 高冷的江太太 却又显得像个纯真少女 眼神庞扶闪烁着波光凌凌 江秦经常会在自己的朋友圈 晒江太太的照片 尤其是逢年过节 这就导致圈子里的人 多多少少都陷过侧脸 但对于普通的吃瓜群众来说 白富美这个词在此刻 像是忽然有了具体形象 我不相信颜值及正义 那如果是江太太呢 谁是江太太 我去看看 好吧 江太太可以 江太太的露面 让大型吃瓜现场 瞬间变成了大型审美现场 但其实很少人知道 万商会的开业仪式来的 不知是江总和江太太 而是完完整整的一家三口 这漂亮的白富美 其实偷偷有了个仔 而随着新闻 在今夜头条 微博等自媒体平台的 发酵 城南高中的老同学 也在各种场景 各种时段 看到这条新闻 然后忍不住心声感叹 想想当初刚知道 冯南书和江青在一起的时候 是个人都会喊一句凭什么 可现在看来 江青 真的没有辜负过冯南书分号啊 这一路走来 他真的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他 让他仍旧如白月光一样耀眼 一如那个在青春时期 留在他们心中的女神 随着开业讯息的发酵 网上很快又流传出 万商会首日营销额 突破三千万的讯息 震动了整个商业地产圈 秦氏与万众第一次联手的商城品牌 算是彻底打响了名头 这个讯息传到冯氏集团之后 引起的暗流涌动 绝对不比万商会开业首日的流量少 要知道 秦静秋本来是冯氏集团的掌络人 他在公司的那几年 不说蒸蒸日上吧 但从来没出现过 为节省现金流金裁员的情况 后来 冯氏荣就来了 各部门裁员的裁员 旗下产业变卖的变卖 全力进军商业地产 结果喜悦成刚被前倒 万商会却一举冲破先前的销售额巅峰 两者对比之间高下立判 本来冯氏荣躲起来的那段时间 大家都盼着 能有个真正有能力的领导上台 带公司走出困境 但没想到 冯氏荣并没有被直接赶下台 原因就是因为 有人要来了 听说没有 拼团的江总 最近要亲自来护上见冯总 专门来见 嗯 讯息一直都在传 说什么都有 股东那边好像还安排了接待方案什么的 估计是想到 警力挽回损失 大型坠续小说 照入现实了呀 与此同时 在冯氏集团的不远处 一间街角的咖啡厅内 去封资本的 CEO蔡明 和刚刚辞职的杨征现了面 他们两个也是多年的老友了 平时经常到这里 来喝个咖啡 而今天和以往 好像并没有区别 罢免冯氏荣的 股东大会推迟了 嗯 因为江琴要来了 杨征听完之后 忍不住发笑 实际上是为了拼团 蔡明点了点头 在股东眼里 冯氏荣其实已经没什么价值了 但如果江琴还愿意叫他一声岳父 那么他就有价值 有意思吧 叫他岳父 这怎么可能 喜悦成背钱的多惨啊 我都不敢看 但江琴主动来献冯氏荣 这件事就很微妙 朝什么方向发展都有可能 他们也不差这几天 当然会觉得值得等 杨征抿了下嘴 江总会不会是想要喜悦成 在商言商 喜悦成这个盘子 他低价接手之后 肯定是赚的 蔡明摇了摇头 也有点把握不准 其实就连伟大的秦总 都不知道 他这次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万商会开业的讯息 江琴携太太亮相的新闻 在短短一晚上的时间 就热度见将 刘诗诗和乌气龙公开恋情 瞬间转移了网上的关注度 网记网路就是这样 总有各种新刮换就刮 但到了第二天早上 冯氏集团上上下下 都觉得很紧张 因为江琴今天落地互上 冯氏集团的股东们 一大早就到了公司 穿的西装革履 无比隆重 而门口也铺开了长长的红毯 真的是做足了准备 而各部门的职员 几乎都无心工作 全都趴在窗户上往外看 很快 街角就出现了一辆 冯氏集团礼宾部的轿车 从宽敞的马路转头 抵达了公司门口 江琴从车上下来 西装革履 整个人在阳光下 都有种灿然发光的感觉 他的身材很挺拔 身上的西装也是定做的 合体而修身 年轻而又充满了自信 这就是江琴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本人 快看 股东都迎出去了 冯总也来了 我想看当面道歉 顺着公司的窗户往外看 冯氏集团的高层和股东 一涌而出 纷纷和江琴握手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两家公司要合作呢 而随着人潮的分开 冯氏荣从台阶上缓缓下来 面色有些不太自然 虽然在网级网络大会上 冯氏荣曾和江琴 有过一面之缘 但江琴却没献过她 而这 是女婿和老丈人之间的 第一次真正见面 望着阳光下的江琴 冯氏荣的心态极为复杂 这是自己的女婿 拼团的总裁 22岁 为女儿创立了一个的 百亿奶茶品牌 为弟妹和万众牵头 打造了万众和的万商会 两个商城品牌 龙王坠续 冯氏荣忽然明白 公书那本书 到底好看在什么地方了 与此同时 看着年轻到 让人想流泪的江总 股东和公司高层们 都有些忐忑 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江琴究竟是为什么来的 握手言和 还是施压 又或者是别的什么 谁都不清楚 大家知知道 他就这么大摇大摆地来了 站在那里 就让人感到无法忽视 而此时 楼上围观者的心态 则更加忐忑 说实话 如果江琴愿意兵士前嫌 喜悦成这个项目 大概率能起死回生 冯氏甚至可以顺势 进入到商业地产 他们看着江琴被簇拥着 走入了冯氏集团 焦急地等待着 结果还没等几分钟 他们发现 刚进去的人又出来了 什么情况 谈得这么快吗 而此时 位于飓风投资部的 顶楼办公室 蔡明和杨征 也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从江琴的 进入到冯氏集团 再道出来 这中间连三分钟都没有 这能谈什么 谈棉花也谈不出来啊 很快 刚才开走的礼宾车 又再次开了回来 众目睽睽之下 江琴和冯氏荣 一先一后递上车 竟然就这么静止地 离开了冯氏集团的大厦 再看现场的股东 所有人都面露聚色 表情一个比一个难看 其中年纪最大的陈董 还拄着拐杖 送江琴出门的时候 似乎有点跌跌撞撞 见到这一幕 阴云开始在冯氏集团密布 很多人都想知道 那三分钟里 江琴到底说了什么 为什么又匆匆离开了 但是作为底层员工 很多人都接触不到 上面的资讯 也就只能压制住好奇心 直到讯息逐渐流出 江总说 他来错地方了 他说他要结婚了 这次来是为了找 冯氏荣耀户口本的 不是来看一眼 冯氏这个烂摊子的 所以就拽着平 总回了蛇山庄园 什么鬼啊 他都这个身份了 没户口本就不能结婚吗 他说能 但是他这个人有点偏执 不想他太太的户口业 落在陌生人的家里 他现在要拿回去 放到自己家的户口本里 围在周围吃瓜的职员 一个个都傻了眼 脑子猛的不行 那喜悦成的事情呢 难道就没聊 他让大家放心好了 不用瞎猜 冯氏荣 段颖 陈董 王董 刘董 李董 他一个都不会原谅 不是 冯氏荣和段颖合理 但这跟陈董他们 有什么关系啊 陈董也是这么问的 但江总说 当年有人欺负他太太 为什么他 不管不问 陈董都傻了 说我不知道这回事啊 你还讲理不讲理了 然后呢 然后他说 他说他不管 他从来都不讲理 江秦要来互上 拜访冯氏荣的事情 传了大概三天 各种猜测都有 有人认为是机会 有人认为是示威 什么抄底喜悦城 或者谈判讲条件 但谁也没想到 他的目的 竟然这么简单 又这么直接 他知识想结婚了 来要户口本的 拼盘的江总 在行事风格上 着实是出乎了 太多人的预料 蔡明和杨征 此时也已经知道了 那三分钟的谈话内容 相互对视一眼 表情都有点无言以对 我选以为 他是来叫冯氏荣道歉的 其实在见到江太太 没跟来的时候 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真要有缓和关系的机会 江太太不会不来 后来仔细想想 江秦的话我又觉得合理 道歉 是打不过的情况下 才会要的 打得过 就也许不在乎道歉了 蔡明忍不住靠在墙上 不知道今后的 冯氏集团该何去何从 他总觉得 好像从某个时刻开始 冯氏集团的气运 就被伤了一样 或许是从冯家人 打算去海外投资的那一刻 或许是后来 强行换帅的那一刻 又或许是今天这一刻 而此时 在从冯氏集团 前往蛇山庄园的路上 冯氏荣坐在李冰车的后排 看着的车子 在熟悉的街道飞驰 渐渐闭上了眼睛 入秋的日光仍旧明媚 光影随着车子的行径而变化 在他脸上 闪烁出一片忽明忽暗 他知道自己 应该没有引导冯氏集团 重新进入巅峰时期的机会了 因为他也清楚 从喜悦城关门歇夜到今天 他躲了那么久 早该被罢免的 大家一直耐着性子等着 其实就是想看看江秦的态度 而江秦的态度 却比想象之中更加不屑 许久之后 车子缓缓开到了蛇山庄园 段影此时正在客厅坐着 面前有一杯泡好又冷掉的茶 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心神不宁 他知道 江秦今天落地户上 要献冯氏荣的事情 他也是一直在等讯息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讯息还没有等来 等来的 却是冯氏集团礼宾部的车辆 很快 冯氏荣和江秦就出现在院子里 段影被发动机的声音叫醒了神 见着两人迈不进了客厅 表情有些惊愕 冯氏荣一言不发递上了楼 而江秦则踩着他们家的门槛 没有进去 许久之后 冯氏荣从楼上下来 将江秦需要的东西递给了他 多谢了 冯先生 南叔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 回来了 现在应该在沈沈家 我没带他来 江秦迈不离开了客厅 走出了大门 看着手里的户口本有些恍惚 他可以拐小富婆做老婆了呀 江秦的眼前 庞福闪过了这五年来的 所有点点滴滴 庞福重生后的每一帧 都有着冯南叔的影子 段影目送他出去 然后赶紧拉住了冯氏荣 江秦来找你是做什么的 他和南叔要结婚了 找我拿户口本的 户口本 知识为了这件事吗 我还以为他要做什么呢 声势搞得这么浩大 不知道的 选以为要把我这个后妈 架起来尤其是重 段影忍不住吃笑一声 没了江秦在的那种压迫感 底气瞬间回来了不少 冯氏荣看他一眼 忍不住摇了摇头 我先去公司了 段影回过神 语气稍微温和了一些 江秦都走了 你还去公司做什么 在家休息一下再说吧 安迪吵着要去游乐园呢 我说我带他去都不行 非得你带着 不用休息了 今天回去了 我以后估计 就会有大把的时间歇着了 你 你说什么 陈董下午要开股东大会 我应该会从 现在的位置上退下来 他们应该会让 世华接替我的位置 冯氏荣站在门口 神色有些黯然 从江秦落地 当拿走户口本 其实不过短短的一小时 说过的话也不是很多 但他却已经有了 大概的预估 段影的脑子 嗡一下就炸了 凭什么让冯氏华来 他和秦静秋 还有江秦是一伙的 冯氏荣沉默后开口 江秦在公司的时候说了 我 你 陈董 李董 还有其他几个股东 他一个也不会原谅 因为他不讲理 就因为这句话 他们就要 把公司交给冯氏华 我刚开始也没听懂 但回来的路上 仔细想了想 他的意思是 只有老二或者秦静秋 来坐这个位置 他才会收手 而他大庭广众之下 说自己不讲理 其实另一个意思是 他不讲理 但是他讲轻 凭什么 他有什么权利 前涉冯氏集团的人事任命 他没有权利 但能让股东害怕 大家是为了赚钱的 不是把钱放在公司等亏的 世华接手之后 江秦不会再下厮守 喜悦成这个项目的损失 能挽回一些 我这个弟弟 我爱做生意 但不是不会做生意 段影的唇色 瞬间变得苍白了 他们要联手把你赶出公司 冯氏荣看着他 你觉得在股东的眼里 公司是跟着我一条道 走到黑号 还是让世华接手 和秦氏地产交好 顺世界拼团的助力更好 有句老话说得好 救人比人得死 或比货得扔 他这么一说 段影瞬间就明白了 可他还是难以接受 江秦一枚股份 二枚什么权利 竟然能直接影响了 冯氏集团所有股东的想法 父亲呢 难道父亲在这种时候 不应该说些什么 冯氏荣没说什么 起身朝外走去 而段影则一下 瘫坐在了床上 脸上的表情 再也没有刚才那么生动 他苦心几率这么多年 终于当上了豪门太太 生下安迪 幻想着 未来要准备继承 这家庞大的地产公司 却没想到 这梦还没开始做就碎了 当年冯氏荣跟着老爹 去海外做投资 金融危机下 亏了一屁股的债 现在公司也要被拿去 那他们还剩下什么 段影的内心充满了恐慌 那个沉默寡言 逆来顺受受委屈都不敢说的妓女 竟然会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阴影 他现在很想冲去湘体别墅 给他一巴掌 问问他怎么会这么大胆 是不是忘了以前交给他的规矩 但是他不敢 他知道他要动了冯南叔 江秦慧要了他的命 股东大会要开始了 据说另一个冯总要接手公司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估计我们不会被裁员了 年终奖说不定都能多发一点了 为什么 这都不懂 另一个冯总 属于是很疼江太太的那个 早上的婚聚让很多人都人心惶惶 但随着江秦的话被竹子分析之后 大家好像又品出了另一种意思 于是很快 关于冯世华可能会接手公司的讯息 就渐渐流传开了 冯氏的这些员工也挺有意思的 见到冯世荣就觉得他要裁员 但换一个人瞬间就不慌了 不过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阵阵的礼炮声不断响起 众人转头望去 表情不禁微愣 远处那个庞大的园区此时红旗招展 而园区的天上还残留着礼炮炸裂后 未来的极消散的白烟 拼团产业园正式投入使用了 而在会议室当中 冯氏集团的一众股东瞬间停止了议论 凑到窗户面前凝视了许久 总感觉刚才那几声礼炮有些催命 这就是我们以后的办公地了 嗯 我们的新公司 太 太嚣张了吧 你之前没来过吗 我之前来户上分战出差的时候 来过一次 不过还是建成之后更有感觉啊 礼炮声之中 208的众人齐聚拼团产业园之中 望着高楼林立的园区 只觉得头皮都要骂了 门前宽大的草坪上 立着拼团的名字与logo 正中心的大楼 也挂着拼团的立牌和logo 而围绕在主体大楼之外的四座大楼 与其互联 彭扶一个巨大的积木 知乎 今夜头条 拼团外卖 拼团供应链 每一栋楼的 都有着专属于自己的标志 放眼望去 庞大是第一感受 而第二感受则是 这得花多少钱啊 我的妈 好了 老板这次是真的好了 众人迫不及待地开着车一顿乱逛 看到了植被风貌的修行公园 水波缠缠的池塘 每经过一个地方 众人就忍不住掏出手机 对着窗外一阵拍照 拍完之后打开微信 开始炫耀 炫耀环节结束之后 208的一行人来进入了办公大楼 先是在楼层规划图前 站了半个小时 这才敢挪步 办公区都是清一色的新桌椅 采购来的电脑 印表机等 还没拆箱 全都落在一起 除此之外 办公区的角落 还有咖啡把和休闲区 不过最让他们感兴趣的 是楼层指引上的室内泳池 按摩房 健身房 坏了 老板把我的爱好都搬过来了 这 这些不会都是 是收费的吧 众人看了一眼门口的标志 发现没有云闪覆的二维码 忍不住稍稍松了口气 然后随之而来的震撼 就又蓄上了 想想五年前的208 几十个人挤在里面办公 挪挪滑鼠 恨不得都能碰到手 那时候 他们从没预想过会有今天 我将天天按摩 我将天天健身 董文豪听着陆飞与他们叫嚷 忍不住仰起嘴角 我将天天喝咖啡加班 为公司鞠躬紧粹 死而后已 从主楼离开之后 往下的阶梯有两个岔路口 其中一个通往广场 而另一个 则向底下去的电梯 众人下去转了一圈 发现那里有零食便利店 喜田 先会先生的 等各种各样的商铺 这说明老板的工资回收计划 可以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魏兰兰看向文景瑞 八大天王待会儿就到了 你安排他们到处参观一下 晚上老板会安排宴会 文景瑞点点头 明白了兰姐 然后再安排各级管理 赶紧收拾办公室 安排一下工位的事情 有问题的话 迅速反馈给后勤部那边 千万不要耽误之后的工作 好的 我现在就去安排 苏奈拍了一堆照片 然后打了个哈欠 老板去哪了 魏兰兰转头看着他 说是去处理了一些家事 下午就过来 江晴去参加深城万商会的时候 拼团的搬家行动 就正式开始了 从凌川打包装车 再到员工相聚户上 耗时三天 算是彻底搬了过来 按道理来说 像是公司搬家这种大事 他这个总裁 肯定是要在的 但江晴从蛇山庄园离开之后 却没有去拼团产业园 而是去了附近的商场 买了两件白色短袖 然后 他又去了香提别墅 把正在处理洗天报表的冯南书给拐了出来 小富婆都不知道要干什么 带着一点的疑惑 最后发现 哥哥把车停在了一栋机关大楼的前方 日拓携照的下午 秋风温和而舒适 楼里有很多人进进出出 右边的那些人都喜气洋洋的 脸上全都是灿烂的微笑 而左边那些人则面露严肃 杯与喜 似乎在这里不断地交织 缠绕 好像两条线 有的被绑紧 有的被分开 冯南书此时扒着窗户往外看 看到了楼上的三个大字愣了一下 漂亮的眼眸渐渐睁大 心里忽然像是有呼呼的暖风在当 他知道江晴带他来做什么的了 眼眸中忍不住开始有水色荡漾 小富婆 我们认识五年了 你想不想娶我做老公 不对 重来 小富婆 我们认识五年了 你想不想娶我做老公 嗯 江晴在心里思索了半场 心说自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平时狗话这么多 这一句话怎么一点都不利索 冯南书此时从窗外转过头 指了指外面 哥哥去领个好朋友证 江晴之前带他去小商品街逛街的时候 那里真的有卖好朋友证 和各种乱七八糟的证件的 江晴还逃了个富二代证 在曹广宇那里坑了一百块钱 在买富二代证的时候 他还说要给小富婆买个好朋友证 结果他死活不要 给买就跑 现在看来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证 觉得他傻 可是要被骗掉整个人生的 江晴看着他手指的方向 轻轻解开了安全带 不打算反抗了 就这么被他骗进去 给他当老公吧 冯南书也从车上走了下来 把手伸到江晴手里 一脸乖巧地走向门前的台阶 今天来领证的不是很多 大概是因为十一假期刚过 所以两个人很快就进去了 填表拍照 最后江晴和冯南书手牵手 坐在了服务台的前方 然后表情都有些犯傻 好像走了好远好远的路 终于走到了最动人的那一刻 隔在电视剧里 多少得有个半分钟的BGM 江先生江太太太 工作人员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们是自愿的吗 三分钟之后 江晴从大厅里出来 把找回来的一块钱硬币 揣进了钱包里 看向后面的小富婆 她正拿着两只红色的本本 看得认认真真 好像要把每个字都看清楚 然后还伸手 摸了摸那再也没办法去掉的刚硬 仔细看完之后 冯南书扬起小脸 还没看清江晴 就发现自己被抱了起来 原地转了好几圈 江晴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自己有点疯 有正儿知道吗 受法律保护了 以后想跑都不能跑 我又不会跑 江晴捏住她的小脸 盯着她的眼睛 看了许久 小富婆叫老公 冯南书瞬间眯起眼睛 好朋友不能叫老公的 诶 这是你说的 冯南书把正揣包里 哒哒哒地就往前跑 最后被江晴追上 抱在了怀里 逼着叫老公 但小富婆就是不叫 五年了 一直骗我说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才不叫老公 小富婆就像是拿捏住了 江晴七寸的坏呆 就算被打屁股也不叫 悬翼正言辞弟 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给江晴制得哑口无言 操 被自己的被嘴硬反射了 这要怎么叫正 下午三点多钟 没听到老公两个字的 江晴气呼呼地开着车 带着冯南书 来到了拼团产业园 魏兰兰他们集体赢了出来 然后拿了一大批的表 递给了江晴 因为产业园投入使用 很多的单据 都需要江晴亲自来签 江晴接过来看了一眼 刷刷地签着 越签越觉得遗憾 怎么这些表格 都不需要填个人资讯呢 来个个人资讯栏 问个婚姻状况 我直接填个已婚多待尽 各部门都帮过来了吗 四大事业群已经帮过来了 金思南和凌川商帮留在原处 八大天王都过来参观了 我让文景瑞带他们 去参观了 江晴刷刷签完了字 将档案递给了魏兰兰 通知各部门 给他们三天时间 公司进入正轨之后 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做 明白 魏兰兰接过档案 确认了一下签名 然后在看到最后几分的时候 愣了一下 怎么 都签成了冯南书的老公 老板的脑子里 到底在想些什么 与此同时 江晴已经迈步 进入到了拼团产业园的主体大楼 拼团产业园建成之后 他一直都没时间过来看 此时看到全貌 才忍不住地扎扎嘴 这得花了我多少钱啊 要是离了婚 这么大的产业园 得分给冯南书一半的 坏呆 占了大便宜了 还不愿意叫我老公 这要是曹少爷 给他一半 他连爹都敢叫 江晴逛逛悠悠地 走去了室内游泳馆 在里面视察了半天 然后走了出来 脸色有些微红 刚搬进来 就有人去游泳了 这群家伙 真会享受 不过该说不说 谈情真的很大 本来该多看几眼的 但 我已经不小心 变成了一位已婚男士 江晴牛逼轰轰地 开始到处找他家的那个 这丫头下了车 就跟着苏奈去溜达了 不用问 肯定是到处炫耀 他手里的那两本证 江哥 我曹 你这个产业园 太大了 花了多少钱啊 不知道 老曹呢 任自强和张广发 属于拼团员工 这次也跟着过来了 周超也一同过来凑热哄 唯有曹少爷 不见踪迹 周超挠挠头 曹哥没赶来 怕被辞死 真怂啊 咱们在一起五年了 我怎么可能明知道 他承受不住 还硬辞他呢 问一句老曹呢 不就是想拉他出来挨子 江青愣了一下 哎 你别说 你真还别说 随后 一大批来自于 沪上本地的新闻媒体 迅速涌来 各种拍照加采访 沪上虽然是一线城市不假 但其实并没有 很牛逼的网际网路企业 深城有腾讯 航城有阿里 京都有百度 虽然阿里在前几年 有过搬来沪上的打算 但后来觉得八字不合 又放弃了 而现在 兵团正式落地沪上 当地政府也是不遗余力地 给予了宣传资源 拼团产业园的热搜 很快就被顶上了热搜 而关于拼团产业园的现场图片 也流传甚广 说实话 拼团在整个2013年 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进行了架构重组 实在是太低调了 网上的关注度 都已经掉了不少 尤其是阿里和腾讯再次开战 在影视领域 社交领域 支付领域 你争我抢 着实是夺走了太多的目光 很多人都觉得 阿里越来越强势 腾讯的生态链越来越健全 拼团就显得 碌碌无味了许多 此时 江振宏也在家里看电视 在东方卫视的栏目里 看到了拼团产业园 忍不住有些感慨 而媳妇有了 儿子的生意还越做越大 他和原友情两个人 已经没什么心事了 当父母的不就是这样吗 操劳一辈子 也就是为了给孩子 操持人生大事 江振宏 你信我到咱们家的户口 本了没有 没啊 江振宏文声走了过去 就看到原友情在家里 一阵翻箱倒柜 于是也跟着巴拉了两下 怎么找不到了呢 明明没动过 江振宏也感到奇怪 上一次用户口本什么时候 前年啊 他们家的户口本 一般都放在原友情的大衣柜里 里面有个当初 他和江振宏结婚陪送的首饰盒 因为户口本用不太到 所以一般也不会注意 但原友情今天收拾柜子 忽然就发现 户口本不见了 推荐一本朋友的新书 沿ZK请天下赴死 大神作者质量肯定有保证 不过我觉得他 肯定没有我这个起点 劳魔勤快 拼盘产业园投入使用之后 工作环境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此时 这家成长于校园的大学生项目 也算是换上了华丽的外衣 初次显露出 网际网路科技公司的姿态 江振看着公司的人 每天进进出出 也是有着颇多的感慨 这 可都是从老河 拉手网 大众点评 饿了 马叔那里 一点点狗出来的 要不是怕人笑话 他都能在前面的草坪 为他们几个利雕塑 随后 拼团供应链投资千万 继续推动助农计划 联合盗店商家 及先会先生 为十几个地区的果农菜农 解决滞销问题 涉及50亿销售额 同时 拼团盗店扶持小微门店 通过投资 为全国三百多家个体门店 解决了发展难题 除此之外 拼团向林川大学 捐了一个小目标 并成立了冯南书奖学金 作为林大学习之心的 补充奖金 最要命的是 据说每届学习之心 都可以得到进入拼团机会 原校园王李彪李老师 现在已经是 新闻系行政主任 兼任学习之心 评选主席了 学习之心这个东西 他是创始人之一 背景 主旨 都是他一手编出来的 他可太知道 这奖是怎么回事了 当年未了和知乎校园 抢浏览量 他联合学院超市老板蒋志华 通行驾校经理牛上天 办了这个野鸡奖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 这个野鸡奖五年之后 会成为全林川大学 最热门的奖项之一 而门门六十分 含五十九有勤奋的江秦 则成为林大学习之心的 金字招牌 这个事件 真的太惊了 而因为怕被姿美赶来的曹哥 仍旧没避免被姿意脸的命运 因为丁雪研究生毕业之后 辗转之间 去了户上的一家医院 在这年头 四大一线城市 仍旧市的年轻人的第一首选 这是无庸置疑的 周二的早上 日光温和而闪烁 曹少爷站在拼团产业园的门口 望着偌大的园区 头皮都是麻的 撤他妈的走进去 个死 老江 我来护上了 就在你门口 你出来一下 抱你的大名就行了 没人拦你 不 我还是不进去了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都觉得你尿黄 江秦怒骂没出息 挂了电话从产业园走了出来 喊着门口的保安 把他架了进去 没有少爷 这个产业园的建成 最起码失了80%的意义 丁雪要在户上工作 我也打算来户上发展了 临川的浅拙 我直接雇了个人打理 隶属于浅拙经理管辖 经理是谁 抄子 他归我这个总裁管 江秦听完之后嘴都歪了 你就一个店 也敢叫总裁 曹少爷抿了名嘴 我再开一个就两个了 反正我爹现在身强体健 横通货运根本用不到我 我也不能光闲着吃干饭 看见对面的腕众了吗 我找人给你安排个底伤 曹光宇捏了捏杯子 老江 你不会每天都带着户上大苹果 喊着你的员工去关心我吧 江秦听完之后背了白手 那倒不会 最起码年底之前 我不会去关心你的 为什么 我年底结婚 给你留个残钱的机会 江秦昨天晚上知道老曹要来 本来想找冯南叔要结婚证 来个二字的 但小富婆看证看得可宝贝了 说什么都不给 曹光宇张了张嘴 有点想骂人 好朋友又怀孕又结婚 老江 你就该嘴硬到底啊 这样我还能省一份份子钱 听 别给我提好朋友这个词 这不是你的口头禅 人有时候是会自食恶果的 帅如彦祖也不例外 江秦一想起冯南叔不叫老公 就一肚子气 这丫头 进入到孕期之后 调皮的不行 就喜欢拿捏她 正在此时 曹光宇的电话 忽然叮咚了两下 拿出手机一看 是丁雪的发来的讯息 丁雪下班了 我去接她 晚上到你家吃饭 你他妈说的好像是我的词儿 不跟你啰嗦了 我下午还要找房子的 江秦说 你等一下 然后打电话叫来了文锦瑞 让他去拿一把 精装公寓的钥匙过来 递给了曹光宇 拼团第三期的员工房 年底才会发放名额 你和丁雪先住 曹光宇眯起眼睛 房间里不会有搭载了 云闪复的自动贩卖机吧 嗯 你这个点子我 着实没想到 好像可执行 呸 我以为你要当爸爸了 能心善一点 还是这么狗 曹光宇收起手机 跟着江秦来到了拼团产业园外 准备打车离开 结果刚招手叫停了一辆计程车 他就看到两个穿着西装 带着公牌的人 争先恐后地冲了过去 然后对着司机一顿嚷嚷 嚷嚷完了之后 两个人开始大打出手 看着少爷直喊卧槽 新说户上不是大都市吗 这么野蛮 没多久的功夫 打着斑点领带的男人就赢了 曹光宇本来以为 他们是抢汽车的 没想到获胜者掏出手机 对着司机 就是一通推广 紧接着 那人就奔着曹光宇走了过来 开始推广BB打车 少爷被刚才的血战 吓得有点懵 迷迷糊糊就下了个软体 而趴在地上的那位眼 看BB打车的人走了 立马爬起来 又趁着少爷发猛的时机 劝他下了个快的打车 老江 什么路数这么诡异 你刚才见到的 是一次精彩的商战 如果我没猜错 这应该是两个打车软体 再抢客户 曹光宇忍不住睁大了眼睛 商战不都是暗中控价 做空市场 怎么打人啊曹 江秦忍不住嘴角一歪 这算什么 打价都是最常规的了 还有化人车座 把人往线 给发财树浇开水的 这才叫真正的商战 你 你以前每次回宿舍 都说自己打赢了一场商战 就是这么打赢的 不 我的员工 都是挂着别人家的公牌打赢的 曹光宇愣愣地看着他 又转头望了一眼 身后的拼团产业员 心说你钱这么大 不是没有道理的呀 他看向自己的手机 这个快的听着 还挺像打车软体的 这个BB什么鬼 江秦接过来看了一眼 BB模仿的应该是汽车喇叭声 那钱妈不叫滴滴 被人抢住了吧 那叫三点水的滴也行啊 也被抢住了吧 真正的商战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从2009年开始 移动网际网路 进入加速发展时期 最生出无数的风口 其中 拼团借助团购 成为O2O新贵 又一举拿下了外卖市场 和行动支付市场 继而成为料如今的霸主 加上电商行业 以及酒店团购 和租房资讯网 一是住行四大生活要素 只剩下行这一个风口 就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 外卖大战刚刚进入 白热化的阶段 BB 快的 摇摇 一达 大黄蜂 赵吉来等打车软体 先后在一二线成立 和继承车公司合作 开始摸索经营模式 在经过了独占一方的 缓慢发展之后 这些打车软体 开始一边求资 一边向外扩张 商战的味道 逐渐开始在一线城市飘散 作为起家于航程的 网际网路公司 快的近期刚刚拿到了 阿里一千万的投资 势头正经 而此时 成为已经来到了 腾讯总部的大楼门口 阿里和腾讯是死对头 这要阿里入局的产业 腾讯必然也要下场悬马 成为对此深信不疑 于是直接就约见了 成讯的投资经理彭胜 彭胜对这个项目 也很感兴趣 在看过了BB的 发展计划书之后 两个人迅速见面 彭总 根据目前的发展事态来看 我需要两千万 两千万 你打算怎么用 成为一听 瞬间知道有戏 于是立马开口 我们在京都市场 已经出具规模了 所以 其中的一千万 用来和京都的摇摇竞争市场 一千万用来先一步 占据互上市场 彭胜握着钢笔点了点桌面 如果我们愿意投资五千万呢 我可以在一年之内 占据整个国内打车市场 说实话 程总 马总对您这个项目很看好 所以 我们前期会投资两千万 如果您能率先抢掉 户上和京都的份额 我们立马追投三千万 成为听完之后 眯起眼睛 年底之前 BB在京都的市场份额 一定会做到百分之八十 彭胜稍微皱了皱眉 程总 聊个题外话 你为什么取名叫BB 这是汽车的鸣笛声 不对吧 汽车的鸣笛声明明是滴滴才对 程伟面露尴尬之色 这个名字被抢住了 我想联络对方 但一直都没得到回应 彭胜表示理解 伸出手 好吧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程伟从彭胜的办公室离开之后 财富通源经理 现微信支付负责人李承东 迈步走了进来 谈好了 彭胜点点头 谈好了 微信支付今年刚刚上线 虽然也在追随着支付宝的步伐 不断地推广 但市占率始终不高 而打车在国内 一直都有非常刚需的市场 所以 腾讯一定要借助打车的风口 夺取支付宝的份额 所以 程伟虽然开口要2000万 但腾讯却可以豪横地给出5000万 因为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BB现在的市场份额远不如快的 能赢吗 5000万对1000万 怎么看度没有输掉的可能 121万 121万 220万 220万